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车祸 然后两只人大概就断 现在医生就说 我这只人的骨刺已经磨平了 还要再开我 所以我不敢开 因为我蹲不下去 然后有的工作是真的要绷的 可是找 真的找不到 很难找 我们有长站手册的人 同胞都很难找工作 有找勾勾就没错 一天到晚就是圆冬会打 被暴力这样子 有时都会就看我们长站同胞 不是你啊什么的 都手动脚这样子 是有中度的一些障碍 他跟我讲他们的动作非常慢 他的儿子动作非常慢 他没办法去像我们一般人那样子 灵活的去做那些工作 所以他当初来的时候 他是跟我讲说 只要你给我工作给我机会 多少金额都没有关系 我说没有关系 我既然会聘请身上朋友 我就是让他们有一些机会 然后我会慢慢教他们 然后先洗一些 洗一洗 等一下 没钱再補了 有些客人的想法理念都不同 有些也是会排挤他们 有时候是在没客人的时候 会跟我聊天 就说 你为什么会去请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记忆不好 就是丢三万四的 有时候你跟他讲 我说对啊 我有发现这样 可是你就是不断的去提醒 开瓦斯 开瓦斯 对 小火先点 对 再换这边 对他们有言语上的排挤的时候 我是有跟他机会教育说 你有没有想到这些人 如果是你的 你家里面的一份子 是你的儿子或女儿的话 那你做何感想 是要把他想成是 家里面的一份子的话 就不会像刚刚那样子的态度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视同仁 都要平常心去对待男朋友 就是要更付出一份心 去对待这一群人这样子 他们都很好 那我没有苦的喜悔 真的 很开心 很开心 真的 然后就在说 累了 也没关系 真的 那是小叶飞锅 就是 小叶飞锅 我拜托金针节 小叶飞锅 小叶飞锅 我们这边有特别推出野菜专区 这样子 有些客人他会冲着说 你们有野菜我们才过来 甚至客人来会说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什么野菜啊 因为他有曾经吃过什么 枸杞的那种叶子 或是红地瓜叶 因为一般我们吃的都是绿色的 那红色地瓜叶它比较补血 它是比它的那个筋比较粗 没有像绿色那种那么嫩 可是他们都还能够适应 还是太怪 除了一般的酥色的专业 酥色的以外 我也感觉添加一些 一般爱滴到山顶尾刀 还是说到田园里面 全都要去吃野菜 这我就吃到的东西 来我这个蔬食养生方 一等吃到野菜 就是这样的推广 一直在推广 你野菜你就是烘烘的再吃一次 它的营养会摄取的话 你摄取少 它就对我们社会大大有帮助 所以说野菜我们在推出的时候 也是不定期在推出 譬如说整天都 今天你来吃野菜 妈知道再吃野菜 后一再吃野菜 没有的 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情形 而且你色情量少 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蛮好的 这是刚才开的五季 对吗 我用野菜来吸引 我们武功地区 代理地区 不要吃过野菜的人 而且我也不用去到山顶尾刀 不是我不用去到田野 就让我吃到野菜 我打的这个名号 可怜我相信我的萊克树 会越来越好 你当你用一顿餐的时候 你无形状就绑住了它 这是实际上的行动 比三更有意义 每个人都在找没工作 甚至早的你给他提供 他工作之外不是更好 对不对 对啊 那小孩问题比较少 帮助那些爸爸妈妈 生到那种小孩 那种小孩 那种很高可能 有人要带他做工作 哪有那种不好的理 当然也是好 有来过吗 有来过 来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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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老师过来 又介绍人过来 谢谢 谢谢 等一下快打你 请慢用 大家能够同理去对待他们 然后不要 不要那个不好的眼色 这样子去对待他们 那种眼光就是大家要同理 然后给他们机会 他们会更卖力的工作 我发现他们在不懂跟不会的当中 你这样子教他教他 不厌其反这样子 一直重复教他们 他们真的进步很多 有时候他就说 黄姐客人走了要擦桌子 对不对 我说对 好棒喔 你很棒 洗菜洗碗 这样子 然后排一些两个菜 然后就师傅超好 我都要把他搬出去 旁边要稍微轻一下 嗯 会不会很辛苦 我 再辛苦都没关系 嗯 对啊 有 有这个黄姐 我就可以安心下来工作 对啊 对啊 是后来很棒啊 你比较好 不会 不会喔 啊你会做过这种工作吗 之前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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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现在来我们家有到什么 有到什么 有到什么 煮南瓜 煮米 煮南瓜 煮米 西米 对 炸东西 炸东西 对 炸东西 煮汤 煮西饭 对不对 都会 现在这些工作的人 他们都会 对 啊在这边工作快不快乐 拍下有快乐喔 拍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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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